來 小朋友的話呢 可以用這一個 長頸目的這一個系列 我們家必備 如果你今天只是要去附近的公園玩 然後或者是 只是 不是去山上喔 因為山上的小黑人很多 對 然後因為我剛從中南部回來 中南部真的很熱 而且沒有風的時候 很悶的時候 下雨的時候那個蚊子 真的很棒 對 那個蚊子真的是不得了 所以 我自己呢 對我來說 如果今天我的居住環境 有很多很凶狠的蚊蟲的話 我其實是會用這一瓶 我就是一次到位 小黑蚊你就一定要用這一瓶 對這個是專制小黑蚊 這一個是所有去露營 爬山 然後就是 只要去西邊玩的 這一個 一定要噴 這個是三歲以上才可以 然後呢 一般的就是用這個啦 對這個基本款其實貝的就夠了 對 但是因為它裡面的精油濃度都非常高 對 我們還是會建議 因為BABY嘛 BABY跟蚊子相對脆弱 我們建議就是噴灑在衣物 或是生活環境周遭 對對對 長頸鹿系列它裡面就是主要是 茶樹精油 茶樹精油液菌 然後就是 還有那個油加粒 茶樹跟油加粒 然後它裡面的話其實主要是針對一般的蚊蚊 三歲以前的話我們就用這一款就好了 對 那小綠瓶這一瓶呢 它是特別針對小黑紋 然後它偏地的濃度比較高 檸檬安全的純度很高 所以 這就是大人可以用 這就是大人可以用 然後 大小孩 對 三歲以上的小孩在使用 顧爆又出了這一瓶 就是滾豬瓶系列 這個就很適合像我們一般的上班族 或者是如果你今天外出 像我自己是隨身時代 因為 我難保我今天突然想要去哪裡 就是 因為現在只要是戶外 或者是你今天只是去一個 也沒有到很荒郊野外 就是即便是現在路邊有好多蚊子 對 我們奇怪的蚊蚊蚊 你在路邊攤吃的東西 就有很多很奇怪的東西 或者是你去曬個衣服就被咬 也不知道你被什麼咬 然後現在講到我都覺得好癢 哈哈哈哈 成人在用好不好 就是小朋友 基本上其實我覺得小朋友 還是不要讓他碰到起伏 他是好蚊的精油味 沒錯 所以 如果今天呢 你是一個很喜歡戶外運動的人 或者是你本身是蚊子咬直 你就會很容易肌膚過敏的 你一定要 買這一款 這個真的很好用 因為他很好戴著 然後他的檸檬蚊唇的 濃度又比這一瓶症更高 所以他才會做滾豬 就是直接讓你在肌膚上面 長期維持的那個味道 讓蚊蟲不敢靠近 對 所以我自己 這真的很好用啦 就是 這個就是居家帶 你那小肺包也放進去 對 這真的很好用 對啊 對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